应当说女航空员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人类进入太空是为了在太空进行更多的科学实验 以及我们走向更深远的太空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只有男性的航空员这个是不完整的 而且女性有她的也特殊的优势 女性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更细致的操作上 就是有更多的优势 包括语言方面的优势等等 从长期的太空生活来看 就是等于是男女的互补 在心理方面的代常的作用 应当说对于长期的太空飞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国外的例子来看 就是说已经有大量的女航空员 就是说不但她是能够在空间站进行长期的驻流 而且有些是甚至作为航天器的驾驶员 乃至于整个飞行任务的指令长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国家刘洋和王亚平 已经作为神舟9号和神舟10号的称组 已经经历过太空飞行了 而且就是说时间都不短 都达到了十几天以上 那么我们期待着未来 就是我们的空间站 也会有女航天员的出现 应当说是一个必然的一件事情 是第二件事情 得到了一件事情 如果obоз度支持尼一下 好几天 我们有一点就让我们学生 碰 然后 离